孙颖莎黑材料被曝光 与王储亲有关 全景赛惨淡出局原因找到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全景赛的冠军比奥运会的难拿 孙颖莎不可能是故意不想赢球 不过确实状态不在线 这一次输就输了 输赢本来就很正常 不要找什么理由 认真总结下次再战 还记得 去年全景赛也输给鰻鱼和高远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乒乓球最容易拿冠军的是奥运会 其次是亚运会 最难的是全运会 全运会 全国锦标赛那才是世界大赛 罗冠才应该是世界新闻 所以说国际赛场不一定是最高水平赛场 内战输了还是巴黎奥运会的头号混双 巴黎奥运会混双不可能让小将去 不过王孙组合输球很不正常 哪怕是3比2都正常 3比0太不正常了 其实这一次这样的结果 真的出乎大部分人的预料 教练组和运动员都应该好好总结 找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这是关乎巴黎奥运会混双项目夺冠的问题 刘国梁也要充分地重视起来 尽量地总结得充分一些 考虑得全面一些 特别要研究一下国外混双项目的选手 有没有与这二位打法相似的 一定要深入研究 否则到奥运会开打时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就追悔莫及了 赢了挺好 输了也挺好 赢了继续比赛 输了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继续奔跑 如果未免冠军 那才是真实冠军 如果连续几次未免 那就能载入史册 我们把国外选手都研究透了 回头一看 国内把我们研究透了 最难拿的不是世界冠军 是全国冠军 看比赛的时候 以为是什么国际大赛 还吃惊是哪个国家那么生猛 一看他国内比赛 那就正常了 王孙组合年轻还是专业 输了就输了 一加一等于二也未必 所以要重视女双 不能反反复复拆队 否则明年奥运会 女子团体赛双打可能十分 我凭轻力培养这对混双 从来没拆开过 打成这样真的有点说不过去 别的混双搭档经常变来变去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